最近有不少人气韩剧演员都有戏剧作品热播 像是《恶魔有约》、《宋江与金玉珍》、《金城怪物》、《朴旭骏》与韩少喜 以及《欢迎回到三达里》、《池昌旭》等都受到许多瞩目 而日前也有韩媒根据韩网、IG等媒体的关键自搜寻量 统计出近期韩剧演员影响力指数排行TALK10 其中《金城怪物》、《朴旭骏》第八、《安孝谢》第五 欢迎回到三达里、《池昌旭》第三、韩少喜第二、冠军真的红 TALK10 李洞旭 李洞旭当年在鬼怪出演《地狱使者》而走红 在剧里时而帅气、时而幼稚傲娇的形象魅力十足 后来出演的触及真心《九尾胡传》及《九尾胡传》1938 也受到许多观众喜爱 最近李洞旭则因合作林秀金主演的电影《单身首尔》上映 在网上热度直升 TALK9 李忠硕 李忠硕一直都是很多韩剧迷心中的最爱男神 拥有《皮诺丘》、《W两个世界》、《当你沉睡时》等经典代表作 出演的每部剧都很好看 几乎没有失败过 且李忠硕186公分的出众身高 搭上帅气外形 轻易就能聚集女心 可言可甜的樊转魅力更让李忠硕圈粉无数 即使近期没有新作消息 仍受到不少关注 TALK8 京城怪物 朴旭俊 朴旭获得第8名 朴旭俊曾出演《他很漂亮》 《三流之路》 《金丽书为何那样》 《吉利太苑》《可爱死》等热门夯剧 品着令人心动的帅气形象圈粉无数 而最近朴旭俊合作韩少喜主演的《金城生物》 终于在Netflix上线 朴旭俊在剧里掩活了政治勇敢的男主张态上 虽然剧情评价两极 但极具魅力的朴旭俊仍引起不少瞩目 TOP7 低谷医生朴炯植 狗狗像男生朴炯植 当年因合作朴宝英主演大力女子都凤顺 而人气急升 退伍后朴炯植陆续出演 《Happiness读楼》 《单恋人生代》等剧 展现更加成熟的形象 去年还合体朴宝英 客串《大力女子江南顺》 不少网友都称赞 朴炯植变得更帅 更有男人味 引起许多回响 而目前 朴炯植则正在二大朴新会主演低谷医生 最近剧集陆续释出剧照 预告 让许多剧迷都超期待 声量也提高许多 TOP6 全系恋人车银忧 脸蛋天才车银忧从出道至今 一直以精致不科学的帅气外貌出名 不仅作为偶像很受瞩目 车银忧也出演过 《我的ID是江南美人》 《影神降临》等剧 成为名副其实的慢思男神 而去年车银忧也带着慢改剧 全系恋人回归 在剧里演绎高能傲娇的数学老师陈淑媛 虽然该剧因剧情薄弱 一周只播一集 播出后没事抹水花 但仍有不少观众 为了车银忧而追 一直拥有相当高的人气 TOP5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安孝谢 安孝谢有着187公分的高调身材 与清秀帅气的外形 出演虽然30 但仍时期 浪漫医生金师傅20 就收获不少喜爱 更因在社内相亲 饰演高能傲娇的十足鸟社长而一举爆红 是超受欢迎的年轻韩剧男神 去年安孝谢有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 《走进你的时间》里两部剧播出 最近则因在SBS演技大赏 获得激波韩剧最佳男主角奖 加上和女神李圣经再度同框 引起许多关注 TOP4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李圣经 李圣经是模特出身 有着高挑身材 精致漂亮的脸蛋与时尚气质 让李圣经出道初期演配角时 就很受瞩目 后来也透过举重妖精金服珠 浪漫医生金师傅二 收获高人气 去年李圣经主演了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 最近也在SBS演技大赏上 获得激波韩剧最佳女主角奖 还久违合体安孝谢 引起许多话题 TOP3 欢迎回到三打里 池昌旭 池昌旭获得第三名 池昌旭过去因主演Healer 在全亚洲收获超高人气 今年主演的奇怪的搭档 便利店新星也广受好评 且池昌旭戏录很广 从爱情 动作 悬疑到古装 几乎所有题材都能诠释得很好 深受粉丝喜爱 最近池昌旭则在《欢迎回到三打里》中 扮演痴情男主 演起爱情戏魅力爆棚 受到许多欢迎 欢迎回到三打里 不只是一部疗愈影集 还以不同人物的人生轨迹 来点出家庭 人生 爱情 及一厢游子的心境 饰演女主角赵三打的申慧善 在事业遭逢变故而重挫后 决定返乡休息 在家乡的日子 申慧善也开始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并迎来一段浪漫爱情 或许正在迷惘的你 能在《欢迎回到三打里》中找到代入感 齿昌旭1987年时 出生于韩国经济道 他是家中的独子 虽然家中经济条件并不好 但齿昌旭一直都很知足 不过在国小五年级时 齿昌旭的父亲因病去世 他被迫开始打工 帮母亲分担家计 虽然对于齿昌旭来说 这是人生痛苦的转列点 不过也因为如此 他跟母亲的感情更加要好 一路与母亲相互扶持 齿昌旭不只是颜值高 就连脑袋 运动神经也超好 学霸等级的他从小就非常会读书 高中时一直都是班上的前级名 还被老师说 绝对是上得了 Sky 韩国最好的三个大学 首尔大学 高丽大学和严氏大学的简称 此外 齿昌旭学生时期的运动细胞就特别优秀 小学就取得跆拳道和气道等黑带段位 也因为如此 齿昌旭出道后的武打戏几乎都没有提升 齿昌旭的歌声也是众所皆知的好听 为许多戏剧献唱 欧斯都大获好评 像是请龙化我 欧斯当爱已逝去 Hiller 欧斯提守护你 奇怪的搭档欧斯喜欢你的101个理由等等 能边看齿昌旭演戏搭配他的歌声 完全就是一大享受 说到齿昌旭走红的第一部戏 大家绝对会连想到他和朴敏英合作的 Hiller 被风味治愈夫妇的两人 不管是从背后拥抱 擦头发都是高甜度的画面 也因为Hiller超成功的夫妻人设定 齿昌旭就从那时候成为粉丝心中的暖男 天下的少女们都被他成功圈粉 齿昌旭完全就是女神收割机无误 除了Hiller的朴敏英外 爱在大都会 金志元 守护者 K2润额 便利店星星 金一真都是女神等级 此外 齿昌旭出道多年都没有公认过交往对象 不过与一起合作的朴敏英 智妍都曾传出绯闻 完全就是女神收割机 TOP2 京城怪物韩少喜 韩少喜夺下第二 韩少喜因出演夫妇的世界而爆红 后来又透过无法抗拒的她 以吴知名圈粉一大票观众 精致艳丽的外形与自然出色的演技 输获无数粉丝喜爱 而最近韩少喜和朴旭俊主演的 Netflix韩剧《京城生物》上线热播 韩少喜在剧里也展现出十分帅气带感的形象 获得许多好评 也获得高热度 外表气质高贵的韩少喜 时常被误认为韩金汤匙出生 但事实恰好相反 韩少喜从小与外婆相依为命 高中毕业就置身到首尔追梦 成长历程既艰辛又曲折 不过努力之人终究会被看见 韩少喜因缘即会被SM娱乐相众出道 这才让韩少喜的才华不被埋没 如今 韩少喜凭借《京城怪物》超强打戏 与扎实演技再度成为瞩目焦点 在《京城怪物》中 韩少喜无谓被日军掌控 并决定与男主角朴旭俊 携手迈向更好世界的心 彭佛是他生长背景的缩影 即使无法选择原生家庭 美好未来却能靠自己争取创造 TOP1 与恶魔有约宋江 近期最具影响力的韩剧演员 就是宋江了 宋江是近年人气超高的韩剧男神 身高 外貌都很出众 之前透过喜欢的华琴响铃 Sweet Home 无法抗拒的他等剧圈粉许多观众 近期 宋江在合作金玉珍 主演奇幻爱情剧《与恶魔有约》中 演活了傲娇恶魔 许多观众都称赞宋江这次 帅出新高度 离岛无数观众 成为近期最受欢迎的韩剧演员 现年29岁的宋江 出道至今短短6年 就成为南韩最新人气王 连南韩男神都是他的好朋友 还被韩国网友封为小宋重机 面貌多变的演员宋江 未来还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星座 值得期待 继Sweet Home之后 宋江又再度主演Netflix 改编自漫画的如蝶翩翩 故事由饰演天才芭蕾舞者的宋江宇 从未按照自己的心愿 走过大半人生的前辈演员朴仁幻 两人一同实现梦想的感人故事 宋江未了诠释天才舞者的形象 花半年苦练芭蕾 十分敬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